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一样是整理 那是不是因为中秋节假期前的量缩整理 有一部分是 但是不能说全部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成交量已经降到3000亿以下 甚至今天剩下2385亿 2385亿如果是股时候算大量 股时候算大量 那如果说以今年来讲的话算低量 算低量 因为现在随随便便像之前都是四五千亿 甚至台北股市在五月份曾经创下的 这个是成交量是七千多亿 一天七千多亿 你看这个税收赚很多 所以我帮政府算过 如果扣除这个交易日 大概一天都是可以赚十几亿 开门的话可以赚15亿 大概是15亿 所以大家都有贡献 那现在成交量降低了 当然税收就少一些 那为什么降低呢 其实降低也是好 就是很多的因素是因为成交量降低 是因为当冲 当冲也变少了 尤其是航运股 你看这航运股 这成交量剩下262亿 以前是斗红 262亿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多少 2906亿 这边有个2000多亿 这边2000多亿 2906亿 在当天大盘是6000亿 还不是最大量的大盘 大盘最大量在5月 那时候7000多亿 大盘是6000多亿 它是将近一半 我在Telegram有讲 我在这边有讲 就是7月6号那一天 注定要崩盘了 所以我在Telegram不是讲过吗 那个暴影暴死 一定是 一定是要崩盘的 这一定会崩盘的 这一定会崩盘的 你看这一定会崩盘 7月6号7月7号 对不对 这是做到附近 那说老师这个会不会崩盘 这个铁定会崩盘的 我跟你讲铁定 我不会理他 你知道吗 但是我跟你讲一定崩盘的 你看得办 股票是用炒的 永急的可以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股票才会涨 其他不要骗人的 有急 下跌只要靠风吹 这个就可以把它吹倒 所以不要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你讲那就是没水准 基本面大家也会想 想你不想 基本面好 你看这里 这个当冲量 不得了 我给你看这个 这个要中华化 最近最红的 股票会涨是要炒作的 反正只要有人拉上来 背后就会有题材 记者就会写 这很简单 题材 任何一家公司都有故事 都可以写题材 就算没有订单也可以写题材 你看这里 这个采集200多张 甚至不到100张 那这样子 开始滚量以后 越冲越大 越冲越大 将近15万张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家公司总共有11万张 股本11亿就是说 流通在外所有股票 包含大股东 原始股东 老板的股票 全部加起来是11万张 那如果11万张全部拿出来卖掉 假设全部把它 这家公司 假设桌转率是100% 全部卖掉 那就是11万张 那你还有个意思吧 比如说像台积电 它有多少张 台积电它股本这么大 就是2593万张 2593万张 那这个是 这家公司总共 发行的股票是11万张 那它是多少 54万张 拿了30几万张出来交易 那这两个股票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种股票 这一定会崩盘的 11万张 那如果说全部拿出来交易就是11万张 怎么会有14万张15万张呢 这个就是当充的好处 这个就是当充的 就是做假的 买空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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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不正常在搅拌 不正常在搅拌 不拿钱在搅 都搅拌 搅拌 你听不懂 你跟那些钱 大家都在乐盒彩 同样 乐盒彩 反正就是那种东西 先千百 然后再算小 不用先拿钱出来 当充不用拿钱 当充你只要会按键盘 然后滑鼠会按一下 这样就好了 甚至手机也不用滑鼠 手机就用手点 当充不用钱 那算败就是 到时候太晚才打算 如果没那么高过 没钱就脑跑 我也会交割 你看当初长龙也是一样 长龙扬免也是一样 当然它股本很大 但是问题是 那个当充率都七八成 到目前为止 还有一大多人在当充这个 都七八成 七八成的意思就是说 十万张里面有 七八万张拿出来滚 在市场里面拿轎 那当然里面就是有些人 真正有买跟卖 大部分都是玩假的 玩假的就是拌轎 因为当初就没钱了 偏偏高拐你知道 就是太麻烦了 玩到这么疯了 你看 我不是批评 我这个涨势的股票 我没有批评 我只是解释给你看说 现在的化工股 它就是在拉轎 这个是里面包含生衣 所以化工股 我讲的是化工股 指这种东西 所以化工股 我不是在说台塑 这乖乖 台塑蓝牙 这都是很正常的股票 不要说正常 就是说 它当初没有很多人有兴趣 大部分都是玩这个 都玩这个 不玩这个 不玩这个 玩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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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接就对了 不玩这个 玩到没有人玩到冬年来 玩到圣衣 这个圣衣 这个也是化工股 这个也是台积电工股 圣衣跟光阳科 有点类似在玩这个 有点类似在玩 当初在玩这个 有点类似在玩 当初在玩这个一样 那下午的同样 当初在玩这个 不是很厉害 以前不是很厉害 不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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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不厉害 所以我意思是说 因为市场低迷 你总是会有一些 这种现象出来 大家也不用觉得奇怪 但是你可以不要理他 像我们就不理他 我们不可能转来转去 我哪有可能 带回来做钩票 今天化工股 我去买化工股 金融股 我去买金融股 我手头 不买100支钩票 200支钩票 那这样 参加我会员以后 一个月以后 不是我交易所 全部买下来的 1750张股票 我通通买了 那为了表演没有用 分析师不是为了在这边表演 我每天要表演 表演掌停板 那么简单 我只要去买就好了 我只要通知你去买 那你没有钱买 黑企丁到的事情 我只要负责通知 你买得起买不起 有没有钱 不关我的事 我只负责通知就好了 那这样有意义吗 同志们这样操作有意义 如果说我今天带你操作股票 手上持股100档200档 然后我专挑涨停板跟你讲 那如果今天没有涨停板 我再买个五档四档 再买涨停板再来讲 那有意义吗 我这现在要讲化工股的有意义吗 为什么我 因为化工股 因为你有 因为很多分析师有化工股 对啊 可是他也有这档 他这档不讲了 他也有化工股我知道 但是也有这档 那也有这个 买在这里的 就不讲了 从此以后就搞失踪 也有这种 不讲了 也可能也有钢铁股 也可能也有钢铁股 不讲了 现在这不是很厉害的 不是白天科的正对 不讲了 不是不锈钢創新钢吗 不锈钢不是創新钢 怎样都没去 我才跟你讲过 你不要关心报价 那没有用的 你看很多人做印输股 现在不敢讲了 你现在讲SCFI的报价 或是ABXPY的报价 没有用 报价没有用 什么BDI指数 BCEI指数 什么指数 没效 说的没效 股票会起才有效 不用自我安慰 我现在到现在还是有人在讲这个东西 我是说你不要讲这种东西 你讲这种东西你就会用这个理由 作为不卖的理由 那很危险 股票是技术面操作 哪里用这个报价在做的 什么不锈钢涨价 那钢铁股就会涨 那会涨 那什么运费涨价 运费涨价 塞钢就會涨 那会涨 那会涨 搞得很好玩的 股票搞得很好做 塞钢到现在还在塞钢 那为什么不涨 涨完了嘛 它早就已经反映了嘛 这里就反映了 反映这今年一整年的 甚至反映到明年的获利去了 所以没啦 不会过高点了啦 这个也是一样啊 这炒完 炒结束了 这边就炒结束了 这里就炒结束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目前 什么不锈钢涨价 怎样再多的利多 它都没有办法再涨上去 这完全跌得吃 所以我就说 股票如果要跌 基本面不如一碗泡面 我非常不重视基本面 因为基本面太简单了 这我都会用 大家都知道 基本面当然不知道 甚至我听到很多 这个投资人讲说 那我们那个航运股都不要卖 那我们明年来配股配息 是脑筋有问题是不是 你明年你值利率高是怎样 代表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为什么股票套牢就要配息 那你还不是 你自己的钱发给自己 你又没有好处 配息是配自己的 配息值利率很高 那股票就值得常理投资 我听你放屁 有这种事情 配息配得高值利率很高 就可以常理投资 那事情 那他也配不少 你来啊 你来啊 来常理投资啊 他配12块啊 你怎么不来 他也配不少 他也配12块啊 那不就 事情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说阳明啊 长龙啊 赚了十五十块 然后明年配息配很多 比如说 配息配很多 然后你就 比如说这个上班 比如说今年赚30块 40块 明年不管啦 反正不管啦 明年就配 假设今年赚30块 明年配15块 哇 那这样值利率很高 那现在常理投资 别说了啦 不足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最后 吸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 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吸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 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的我跟各位讲 所以不要为了股票价格 跌而找理由 绝对不找理由 因为找理由你就是不认输 输不起 才会找理由 找一大堆你有没有用 股票就是这样 就不要跟市场争辩 你的股票再涨就是涨 再跌就是跌 这是一个事实 你不得强辩 你讲那么多没有用 而基本变很好 没有好 股票价格会涨才好 基本变很好 没有好 股票如果涨太多 就不好 涨太多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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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变得很好 在这些工才有好 我跟你说的 在这边讲才有用 涨太多就不好 我管你基本变得很好 我管你基本变得很好 它涨完了吗 了解我意思吗 基本变得很好 所以不知道基本变得很好 基本变得很好 毛551毛638 基本变得也同样 518也基本变得很 每天都好 它就是不好 问题是你买这里就不好 买这里就很好 插在这里而已 这就是技术 基本面干什么 有什么用 技术面才有用 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技术面 因为这样你才可以赚大赔少 你输才不会输得很多 我会再教各位说 你不管买什么股票 买什么价位 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情义 要设5%到10%的停顺点 可不可以接受 可不可以 还是不要 用赌的 我今天不是有讲说 一张不卖 奇迹就来 我说奇迹有两种 一种是会再涨的奇迹 一种是崩盘的奇迹 一张不卖 那如果你一张不卖的意思 我说我们可能误会了 我当然讲这个不是批评 我只是说 可能误会 一张不卖就是表示 你100张卖99张 剩下一张不要卖就好了 人家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讲 或者是你有10张 你卖了9张 剩下一张不要卖 那你最多套一张而已 我是这样解读 不曉得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 一张不卖奇迹就来 你100张卖99张 一张不要卖 没关系 至少你卖了99张 你99张都卖掉了 你99张卖在这里 你剩下一张不要卖 那不要紧了 你卖了99张不是的吗 你不是卖了99张的吗 100张卖99张 一张不要卖 没关系 没关系 大部分都卖掉了 奇迹就来 奇迹就是崩盘 奇迹就是崩盘 奇迹就来 一张都不要卖奇迹就来 崩盘 崩盘的奇迹 一张都不要卖 真厉害 国平不是意气用事 不是用土器评 一张都不要卖 不是这样 国平如果是做对就对 做不对就不对 我没在批评 我是在说实话 做股票就是要设停损 就算是我跟各位讲 就算投资票你这么倒霉 你买在234.5 你早就应该滚蛋了 停损5%到10% 你这边就滚蛋了 就算你很倒霉 买在这里 停损5%到10% 你早就滚蛋了 你不会套到现在 我可以跟你讲 你跟着硬派做 不会这样做 我是赚钱的股票 我就不会卖了 比如说我就能跟你讲这个 我们413块买的 我们为什么要卖 就不晓得怎么卖 就算跌下来我也不卖 我413块买的干嘛卖 赚了一倍我也不卖 因为这波段大单 你就算跌听板我也不卖 为什么要卖呢 因为赚钱的股票可以不用卖 赚钱的股票才可以不用卖 所以一张都不卖可以解读为 你如果那张股票是赚钱的 那你可以不用卖啊 比如说你今天 今天姚明买这里 买5块 那你可以不用卖啊 你跌到6块你还赚钱 你买5块嘛 你跌到6块你还赚钱 你干嘛卖 你不要卖没关系啊 因为你赚钱你有资格讲这句话嘛 那如果你买在这里一张不卖 那你是头发的去的 你买234.5一张不卖 不然人家头发掉了 我这样讲也不对啦 我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这么固执啦 我讲的是技术分析 我没有跟你讲基本面 讲的基本面没有用嘛 基本面股票价格在跌的时候 不如一碗泡面 现在行业股跌下来 谁跟你讲基本面的啊 大家也说筹码很乱 怎样怎样 那以前都把说基本面很好 那么基本面很好 现在吃泡面了啦 筹码很乱 这是在乱乱啦 筹码越来越少啦 越来越干净啦 我不是今天讲长龙吗 我说我们215块放空 这边回补 赚了31% 后来我们平均成本 我们买了三次都在底部区 平均成本是126块半 也没赚钱耶 可是我还是一样告诉你 他会反弹 我还是讲耶 那经营代工我也是讲啊 我说我们这支不要算啊 你算这支都啊 不然是10天板啊 你是要做什么 你管他的啊 虽然有填息啊 填息就怎样 但是回测上升月线是买点啊 但是我没有兴趣啊 我买这个啊 我们买的价格是在65块2到65块5毛钱 我已经有公开喔 那这边是新买的 可是我破断大单是在这里啊 成本是在45块6毛股的破断大单啊 卖了一半啊 讲得很清楚吧 我这经营代工股你回撤就买啊 哪有在闪躲的啊 回撤上升月线不是就买了吗 有什么问题呢 这不是经营代工股吗 这不是经营代工股吗 回撤月线就买啊 我又不可能是什么闪躲啊 我看经营材都没去就先去买这个 好 要开始整这个 要来整这个 这不是说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对这个股票又不了解了 人家在主力做的 你去给人拉锯都知道 要是人家走去像你一个 你要做你熟悉的产业 熟悉的股票嘛 所以经营代工股回撤月线是买点 就是这样 你也不用考虑太多 反正就是我在这几天都从上礼拜都讲过 这个大盘没有资格过去 我说大盘虽然突破下降的趋势线 只是成交用带不上来 它一定会回来月线 有没有 两度回来月线 你有没有看到 那月线扣底低值 多方式 昨天还讲 上礼拜也讲 所以压下来是买点 会不会再涨上去一定会 会不会过高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过高点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说 现在目前是做多 以指数来看 但是你做股票你要看情况啊 我是叫你做多股票 多头的股票 不是那个低阶 那些6个股票 我不是叫你整个 那股票1750基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要买 而且我们操作也没那么多股票 是不是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讲说 做股票的技术面为主 这没效 这很简单 这个还比较难一点 这个最简单的 大家也会想 博作帖子 下下的大家也会想 股市观测站 大家也会想 那有什么虚眼 长龙赚30块 是谁不知道 杨银赚30块 是哪个不知道 哪个不知道 哪个不知道 明年长龙赚40块 你凭什么这样讲 那如果剩下10块呢 你凭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明年赚40块50块 你凭什么这样讲 如果没有 所以为什么要技术面操作 我一再呼吁说 你如果有航运股 来找定超 我现在推一个专案 我会带你做这些股票 你不要管多空的问题 我来处理 因为我是技术派的 我是技术派 你到底要买 要卖我一句话告诉你 要不要放空 我也会告诉你 我在这边都有公告 你如果加入这里 你就知道说 我们现在这个专案 就到礼拜五而已 这最主要是 如果你有长龙 杨棉 万海 这三档 其中一档 你就参加这个专案 那不清楚 你可以打电话到公司来问 或者是你加入Telegram 我这边都有写 航运股不是这么好操作的 但是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想要长期投资 一张都不卖 想要长期投资的 你不要找我 你明白吗 我认为长龙 杨棉 万海 一定崩盘 明年一定崩盘 也就是说我这一次 只是说反弹波 那这个价格都太贵了 我认为以后价格 可能到这里来 这里可能要跌破 我没有违言耸听 我完全是技术派的 技术派它就是很烂 它的走势就是很糟糕 它是空投市场 而且是长空市场 短空市场 现在短空碰到了扭转 我们希望它能够反弹波 可是它已经是一个 完全瓦解的市场 我没有说一定要叫你怎么样 很多人在放空这股票我知道 可是我还是提醒你 真正要放空 要跌破116.5 要放空再来放空 这个时候都是期间整理 我在Telegram都讲得很清楚 那你有这三档股票的 哪找定仓 我带你操作 有问题哪地方到公司来询问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来收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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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